昨天常驻持单抽出了侠里龙银 武器持十抽出了中剑 人物方面 行秋大招升到了八级 湘灵大招升到了七级 湘灵开启提了一个五星充能杀 每天三小时 灵克深渊挑战 第三十天冒险开始 今天目标是推进须米主线 然后是刷取剩遗物 首先把每日给清了 接着来找勤子 今天任务是要挂铃铛 完成依旧是二十元时 这里我们把风主提升一下 等阶突破三星 紧跟着等级直升五十九级 搞定来到剩遗物三换一 换出来的风套就是这些 只能凑个三件套 果断风本搞起来 没想到直接来个风套精通杀 这下四件套终于齐了 接着我们打个地脉花 每天三次的地脉一用 大家也别忘哦 活动搞定我们来钓个鱼 没想到遇到了一个神仙鱼点 五条炮吞是相当给力 这样的钓鱼点很合理吧 完成 我们狗粮走起 今天就可以两线轮换开捡了 翁星前期一定要记得捡狗粮 一趟下来就有一百多个 基本三天必满一个五星圣遗物 如果加上圣遗物刷本 两天就可以满了 回到主线 一来就是虚迷民众的热烈欢迎 人群中走出一个人 于人仲博士登场 小草神果断出手 发现对博士根本不管用 就是博士这小圆脸 多少看得不太合理 任务完成 我们直接47集 下一个地点 阿如村 一进村就是干架 大叔机关 VS大风机关 村长出面制止 须弥主线第三章 第三幕已完成 跟着我们来到绝缘本 好运是永远留给了追忆套 除了开头的一个绝缘单暴花 雷伤杯 水伤杯 全是追忆 赶紧转场 来到草本 精通单暴羽毛 立马上线 总算是捞到好货了 这里我们再做一下建文 先手打一只风魔龙 然后再给风主买命座 来到离岳港 我们再买个法器原胚 150元时到手 建文也做到了第九章 我们正想看看人物面板 刚好 三小时已到 阿伟请下机 做个30天的小节 秦子任务做到了第八天 风主升到59级 须弥主线第三章 第三幕已完成 建文也做到了第九章 冒险等级来到了47级 最后附上黄女点秋香 时时人物情况 飞谢尔80级 圣一物 二战狂家教官 武器 阿末斯之功 天赋 161 面板是这样的 班尼特80级 圣一物 四剑套宗室 武器 原木刀 天赋 一 九 十 面板是这样的 香灵80级 圣一物 四剑套绝缘 武器 西风枪 天赋 一 五 七 面板是这样的 行秋80级 圣一物 四剑套绝缘 武器 祭礼剑 天赋 168 面板是这样的 OK 我们明天见